六一儿童节之际 中国儿童遭受性侵害现象 特别是如何保护女童问题 特别引人关注 各位听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专题节目 周末茶馆 我是主持人小安 就在5月中旬 中国民间组织北京众医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等机构在北京召开了 六一儿童保护倡导活动及女童保护11周年庆典来自中国政府 媒体 民间组织等各界的人士 表达了对儿童遭受性侵问题的关注 据凤凰网报道 为加强对女童的保护 与会者提出了多项建议 包括媒体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社会加强监督 在乡村推行更有效的性教育 更好的保护儿童网络安全等等 与此同时 北京众医公益基金会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的女童保护项目 发布了关于2023年中国儿童遭受性侵问题的分析报告 据凤凰网报道 这个报告提醒人们 进入公共视野的儿童遭受性侵的案例 临紧是冰山一角 如何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 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 那么具体中国民间组织发现 儿童遭受性侵现象有哪些特点 为了更好的保护儿童免受性侵害 中国政府需要有哪些作为呢 在今天半小时的节目里 我们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呢 请听我们对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海外拆墙运动的负责人 刘栋玲的专访 刘栋玲女士 您好 你好 小安 5月18号 北京的一些保护妇女儿童的组织 比如说北京众医公益基金会 还有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 这样的女童保护团队发布了关于2023年被性侵儿童案例的这样的统计的报告 那这个报告就引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说呢 2023年的上半年啊 就是前六个月 他们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60%都是未成年人遭到性侵的案件 协议分子啊 有1.7万人 而这样的数字 您怎么看呢 我感觉这样的数字还不足够能够把这种性侵的这种现象展现出来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中国政策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就是隐藏在背后的 因为中国政府有时间就是为了导致地方上的案件的减少 他们都是有指标有任务的 所以呢 超过就是指标任务 他们是要压案件的 所以这个案件的数量 我感觉是有一定的不真实性 中国的这些女童保护的团队呢 他们统计了2023年 中国全年的这种媒体公开报道的 被性侵儿童的案件 是有202起 总的受害人数 也就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517人 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件 就是比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的起诉的这种案件 更是要少得多 所以现在也有人在呼吁 中国的这个媒体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个您怎么看呢 嗯 其实吧 我就是怎么说呢 我是站在就是这种信仰方面 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所以在中国这种现象呢 是就是中国是没有信仰的 中国的媒体也都是官媒 按照中国的官方的口径说话的 我感觉就是关注这个女童性侵的方面 就是关于性的这方面的 要注重到人性的方面 因为人没有信仰 也就没有道德 就不存在这种人性道德的底线 所以呢 就是说 呃就是呼吁中国的媒体 这些媒体都是官方的一个口径 中国共产党 本来他就不是侧重于人性这方面 不管是法律方面 还是就是对于这个弱势群力的保护方面 他都没有侧视人性方面 他都侧重于他的官位 他的职位 保他的呃地位这种方面 所以呢 我感觉就是呼吁这个媒体 呃去关注这些未成年受害者 实际上不如呼吁中国政府 就是改变 让中国政府从人性的角度 来去注重中国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才能起到这个保护呃 未成年女性 包括就是呃少儿女性 这种弱势群体 才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你呼吁中国政府 从人性的角度 宗教的角度 你就是指希望中国开放宗教自由 是吧 呃对 中国呃 一直是对基督徒的打压挺严重的 因为在中国基督教是必须要 中国政府参与进来 改制为三字教会 如果不改制为三字教会 基督教是无法就是正常 嗯就是接受到信仰的 呃 因为什么呢 就是在最早 圣经里面的第一章说过 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 女人就是男人身上的一个裂骨 那么孩子呢 更侧重于就是夫妻两个双方 共同保护的 那么就是女人是男人身上的裂骨呢 那男人就要应该保护女人 像保护他裂骨一样保护女人 这就是保护弱势的一个表现 呃 正因为就是中国一直站在他的官位 他的统治的位置来说 他根本就没有就是呃 这种保护弱势群体的这种认知 那这个北京的中国的这些女童保护团队呢 他们发布的关于呃 中国儿童性侵的这个报告呢 提到呃 从2023年媒体报道的202起 性侵的儿童案例中 他们有一些分析啊呃分析出得出一些结论 比如说熟人作案比较多 还有就是通过网络约会 性侵的也比较多 这些在我们以前的节目中已经有所讨论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女童保护 他们发布的报告中 提到的一些我们以前节目 没有讨论过的一些特点 就是说在2023年媒体报道的 202起性侵的儿童案例中 其中有一个特点他们就发现在城乡地域分布上面呢 有50%多的这个案例是发生在城市 30%多的呢是发生在县城 呃但是发生在农村的呢 才是刚刚超过10% 也就是大概有一成的比例是发生在农村 但是呢 当然这个报告也提到呢 就是说城市和农村的儿童啊 都面临着被性侵的风险 而不仅仅是像过去想象的 只有农村儿童 留守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 这个你怎么看呢 呃这个我还是站在就是 就这种道德底线这种角度来看 就是中国网络上面 从幼儿园就开始学校 必须要用网络 什么每天打卡啊 就是像学校报道 还必须要实名 呃然后叫什么名字 这种现象呢就是说呃我只有在中国接触到的 网络式的这种让孩子完成这种作业 这种现象 我出国了以后呃都说泰国 嗯很穷很落后 但是我来到丹麦丹麦呃也不算穷吧 但是就没有像中国这种就是从幼儿园都用这种打卡式的方式 必须要实名天天每天打卡交作业这种形式 我没有看到啊 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教育的畸形 也就是从小孩你必须要用网络去打卡 必须要去实名去打卡 那么在网络上面呢就是每个人都是留着实名 就导致了就是说这种网络呃这种信息的泄露 那避免不了就是说那上网络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一看家必须还得爆出家地址门牌号 这个就更导致就是这种有这种本来没有信仰 就没有道德底线 又看到他的真实的地址真实的性命 那么更好就是做这种犯罪的这种操作这种流程吧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周末茶馆节目 我是主持人小安 我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大家制作这个节目 我们关注中国儿童遭受性侵现象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海外拆墙运动负责人刘洞灵和我们分享了他对这一问题的一些见解 海外的拆墙运动是现在海外的一些网络活动人士呼吁中国拆除封锁互联网内容的网络防火墙的运动 来自河南的刘洞灵早年曾在中国从事维权活动现生活在丹麦 请继续收听我们对他的专访 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女童保护的团队呢 他们分析2023年中国媒体报道的公开的202期儿童被性侵的案件中呢 他们发现就是在这个从案件高发的场地来说呢 是校园培训机构是这种性侵发生的场所最多的 有占百分之三十 还有在失害人就是犯罪分子住所发生的有百分之将近二十 互联网上发生的有百分之十六 还有一些是在受害人的居所发生的也是百分之十五 还有百分之十是在宾馆KTV所发生的 还有一些是公共交通的工具啊公园啊广场啊生活服务场所发生的 占不到百分之七 对于这些啊 你怎么看呢 这样的这个案件发生的地点 你觉得这样的分析有意义吗 其实它这个分析它是有一定的目的 但是呢 也可以稍说有点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中国的教育当中是没有性教育的 就是任何一个级别 你在学校里面不管任何一个歌课的老师 他是没有性教育这方面的 除了中国之外在泰国有 在丹麦也有 这个没有性教育也就是什么样 就是中国的对这个性教育 是一直在遮着眼眼去隐藏的 那么你隐藏了 从孩子来说 对这个性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所以很多时候被骚扰的时候 被畏缩的时候 被性侵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惧怕 而不知道怎么样去正确去对待这种现象 假如从学校开始 他就有一个性的教育 那么这是就是说 引导孩子能够正确地对待性这方面 那么我感觉孩子 他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这种意识 他就会用这种第一意识去保护自己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学校往往中国的一句古话 叫什么师生与父子 从这个字面上来说 是老师是挺可亲可配的 学生必须要听老师的 那么这么就给一些就是心怀不轨的 这些男性老师 机会给他一个空间 这些有一些没有道德底线嘛 就没有人性嘛 也没有信仰 大肆发挥他的这种 邪的观念的一方面 这是一方面 包括就是培训班这一类的 也是很多一对一的老师 去教育这方面 这个也会给这一些心怀不轨的老师 给他一个机会 可以得以为这种现象是历历解释了 也就是说 因为中国的经济的压力之大 不管是从城市到农村 养孩子就想让孩子早一点 去分担家里的负担 那么这孩子呢 特别是女孩 他是就想的就是 能够去参加工作了 能够去挣钱了 我就去挣钱 那么就是又得到了这种 KTV的诱惑 去到了KTV诱惑 这种现象啊 我就是之前也 接触过这种现象 KTV的工作 什么陪酒呀 什么的 有一些人呢 就是可能家庭 就是父母 他会跟孩子主动说 他会跟孩子主动说 KTV是怎么现象啊 就是在学校上学 被一个人骗着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骗着 要拉到KTV去接课 他并不是陪酒 他就是直接就是性方面的接课 我发布的那个 好像是河南商丘一带的 你在油管频道上 发布了一个河南 有一个14岁的女孩 被带到KTV进行有偿服饰 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 是最近几年 比如说还是说很多年以前 没有几年应该是 最近几年 所以这种情况 我也在网上查了 确实一查的话 中国这样未成年人被迫 进行有偿培视的 现象还不少 案例还不少的 你觉得原因主要是一个 跟贫困 社会福利少有关系是吧 对家庭贫困 父母一直期待着孩子 孩子能够分担负担 然后孩子又是 心疼父母的那种 不管是成年还是未成年 只要有机会去挣钱 那么就去挣钱 我是一年前发布的 这个未成年女孩 被威胁陪带的这个现象 五月份的这个 中国这些儿童保护组织 一共就是北京 中医公益基金会 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 儿童保护基金等9家组织 就针对2023年的情况 就是2023年 中国的未成年人 遭受性侵的情况呢 他们提出了一个倡议 最主要的倡议就是说 就是未成年人 网络安全倡议 主要是说 就是他们发现 2023年的 媒体公开报道的 儿童遭受性侵的案件中呢 多次发生性侵的 主要是通过网络上 来进行的 网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具 所以他们发起的这个 共同发起的就是 防治针对未成年的 网络性暴力的这样的倡议 呼吁呢 对于未成年人 被隔空未遂 等伤害的现状 预防和干预措施 有相应的政策法规 更多的媒体和公众 有更多的讨论 倡议的具体内容 一个是希望这个网络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呢 应该充分的利用技术筛查和人工干预 预防侵害未成年人行为和未成年人的这种色情的制品问题 这个网络平台应该建立一些机制 使这些针对未成年人的色情信息 还有视频等内容呢 有比较通畅的投诉举报机制 有很快的这种响应处理机制 还有呢 就是要提升这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网络素养 还有防范 未成年人子女遭受网络性暴力的能力 这是针对家长和监护人的 还有就是家庭 学校 这些主体呢 要对未成年人有一些性教育 网络素养和法治教育 增强他们的安全自我保护的这种能力和意识 还有全社会要构建防范针对未成年人 网络性暴力的安全防范教育机制 还要教育公众 对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 对于这些这个倡议啊 您怎么看呢 我感觉他们这些倡议就是一个花瓶 因为呢 就是他如果提倡性教育的情况下 那么性教育性的文化就牵连到人性的文化 那么就牵连到信仰这个文化 中国是不允许有信仰的 就像中国的基督教被打压的这种现象 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 你只要说就是有信仰的 那么就会被政府打压的 在性教育的同时 肯定它是跟人性是向关联的 那么你没有拓展到人性的方面的情况下 这个所谓的性教育都是 就是一个 怎么说代名词也就是一个花瓶而已 就是一个口号而已 做了这么多形式 其实这种形式并没有 就是说把孩子给教育好 反而给人给害了 从小害等于说长大了 不单单是性情吧 有一些人就是颠刀杀人 那开车撞死人这种现象 现在越来越多 这就是所谓中国的教育 它就是忽略了人性的教育 那么它如果提到人性的教育的情况下 那么它就必须有这个信仰 有信仰了 那么中国政府 它是打击中国信仰的 所以呢 就是单方面的去提倡 是不会实施的 也只是一个口号 您强调信仰的作用 就是说是 这要发挥道德的力量 是吗 对的 基督教国家就相信 就是上次道德是有报应的 再一个说 像基督教里 上帝也说 女人就是男人的裂骨 男人要像保护自己的裂骨 一样保护女人 中国会这样教育吗 中国不会的 它这种就是说 人与人之间 夫妻之间 就是没有一个互相包容 不是要说夫妻吧 就是整个中国的形式 就没有包容 只有其事 多谢您的观点啊 刘东霖女士 还有一个 你自己还有一些建议 或者是你认为重要的议题 话题是吧 对 我想多加一点 就他说的 对青少年的性侵的问题 最真实的例子 就是何方美的两个女儿 活不见人 死不见死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 对少年儿童的保护吗 何方美就是河南的 疫苗受害者家长代表 她成立了一个 疫苗受害者家长的 这个组织 疫苗宝宝之家 是吧 对的 然后她被抓 然后她的女儿 被送到精神病院 也有报道说 她的两个女儿 都受到性侵 是吧 对 一直就是在精神病医院 然后亲戚她的 就是和方美的姐姐 和她方美她丈夫 她姐姐都接不走的 然后见都不让见孩子 最近现在是 找也找不着 给哪个部门打电话 就说不见孩子了 都说不见孩子到哪里了 况且这两个孩子 也是一直遭到性侵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问题 为什么说是 中国政府的问题 因为她对 人性的打压 对言论的打压 一个正常的人 连你说话的权利都没有 等于说你就 不能有人性 不能有神性了 你就是对人性打压了 都称她的权利了 那么就是 任何还有什么权利呢 这些所谓的保护 不就是一个 浮在水面上的 一个口号而已吗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的 专题节目 周末茶馆 我是主持人祥安 刚才呢 海外拆墙运动的负责人 刘栋玲提到 为更好的保护 中国儿童 免受性侵害 中国不仅需要开放 宗教自由 发挥道德的力量 也需要进一步 在青少年中 推广性教育 刘栋玲还提到 河南新乡 辉县的疫苗受害者 家长维权代表 和方美的两个女儿 被非法关押在精神病院 不仅传出 他们遭受性侵的消息 最近还传出 他们被送到镇长办公室 后失踪的情况 经常发布中国民间维权信息的民生观察组织和维权网 在今年6月儿童节之际都发表声明 呼吁国际社会和国际人权团体 关注和方美的女儿西西和娇娇 目前处于被强迫失踪的处境 纽约关注中国妇女儿童权益的民间组织 中国父权也发表新闻稿 谴责和方美的这两个幼女被强迫失踪的情况 据中国父权组织了解 和方美的这两个女儿 一个是7岁 一个是3岁 中国父权组织 谴责中国政府 对人权捍卫者和方美和她的孩子 实施任意拘进 虐待 中国父权组织敦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法 释放和方美夫妇和两个女儿 并让11岁的哥哥及两名妹妹与父母团聚 目前河南辉县没有任何政府部门 就海外媒体报道和人权组织的谴责 做出公开的回应 据北京众医公益基金会 与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的 女童保护项目 所发布的最新报告 KTV等娱乐场所是 2023年中国媒体公开报道的 儿童遭受性侵案例发生的场所之一 从中国媒体报道来看 在娱乐场所发生的这种儿童被性侵案例 往往是因为这些儿童被迫从事有偿陪室活动造成的 就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曾采访过中国副权创办人张晶女士 她认为中国对在娱乐场所发生的 强迫未成年人从事有偿陪室活动的案例 诚之不言 是这些案例不断发生的原因 下面来听听我们对她的采访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媒体报道 辽宁复新市新秋区检察院公布的一个案例 是公开起诉的郑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 这个案件就是说这个2023年4月这个郑某 他就是诱骗了一些年轻的女性 诱骗两名未成年的女性到一个娱乐场所进行有偿陪室 而且找人专门看管他们不许离开 还扣押手机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不止只是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问题了 对呀 这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就是她犯了多种的罪 多重的罪 而不仅仅就是一个治安条例的问题 这个里面还有绑架禁锢伤害 那各种不同的罪都应该加在一起算的 那可是呢 现在呢 看到的就是没有算这些罪嘛 都判的都是很轻的 这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到底这些老板粮啊 这些老板呢 他们就后面是不是有一些后台在地方 有些地方势力的撑着 所以呢 就是避重就轻的啊 捡几个 因为实在是未成年孩子遭到侵害的这种情况啊 实在是严重了 那所以他们就捡几个案例来报一报 来吓一下人 其实也吓不着太轻了嘛 所以我觉得嗯 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值得 就是说值得中国的那个执法部门的啊 去真正的去实施和修改 他们真正的那个保护未成年孩子的这些法律 和执行这些法律 这个是相当要呃值得重视的 你这样轻叹的话 只会让这个事情犯罪力更加的上升 那也不会说减少 就是还有一个方面呢 我觉得政府应该拨款去加强对未成年孩子的那个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的这个方面的一些嗯 教育资讯 比如说给未成年啊 啊这些孩子包括那种父母比如说父母啊被抓的或者是坐牢的离婚的不太只有老人管的还有乡下的还有像那些嗯被定为什么反革命啊他法轮功学员啊或者是就是那些被判刑的这些受歧视的这些孩子他们需要有一个场所让他们自己心里健康起来有自信起来那么政府要应该要拨很多的款去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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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这么样的场所比如说哪怕就是爬山那也花不了太多钱就是需要一些管理就是这样的啊去去健康去大家聚在一起不单是说唱卡拉OK或者是搞party这不单是这样子你知道美国的话就是很多这样的不同的大家交流大家就是谈心交流然后呢到野外去做什么cam啊就是什么营啊什么什么的 这些都是由政府拨款的可是我们在那个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这个法律里面或者是保护未成年的法的这个法律的里面呢看不到这些东西但最多只是说啊教育机构应该怎么做怎么做那怎么做呢那谁来拨这款呢不做的人应该怎么处法呢不做的机构应该怎么样处法呢没说 所以这个真正的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在政府政府实施不单是实施严格的法律还要监督和执行还要有爱心拨款才能够让未成年孩子得到真正的保护和改善他们的一些恶习或者是犯罪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政府的责任很重要 各位听众 今天的节目我们对中国儿童遭受性侵问题进行了深度的透视 现在丹麦的开墙运动负责人刘栋玲和纽约的民间组织中国富权创办人张经 发表了他们的见解 中国政府一向声称表示 注重通过立法和其他措施加强对妇女儿童的保护 欢迎大家在网上转发我们的节目链接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观看